下山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,弯弯区区,取静通幽,我不熟悉,就跟着柳月走。 走来走去,柳月把我带入了密林的深处,周围不见人机,前面没有了路,只有密密杂杂的一簇竹银,地上散落着厚厚的一层新鲜的竹银。 柳月站住,突然转过身,摟住我的脖子,用渴望和期待的眼神看着我。 阿峰,这里很隐蔽,很幽静,没有人过来这里的。 柳月的胸脯轻轻地挤压在我的胸口,柳月的小腹紧紧地贴在我的腹部下面,柳月娇嫩如软,火热的唇和我的紧挨在了一起。 我会议紧紧地搂住了柳月,双手在柳月的背部和臀部揉搓,低头稳住了柳月的唇和舌,瞬息着柳月体内的液体和火热。 四周一片的寂静,只有林中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,偶尔一阵山风吹过,传来树叶色色的声音。 当我的下面顶住柳月的小腹石,柳月拉着我躺下,躺在松软的竹叶上,带着新鲜竹子气息的竹叶上,满目寒情,柔柔地看着我,便自己动手。 这一次交合,让我们都感到了很刺激。 柳月不敢大声地叫,咬紧了嘴唇,在我强烈地撞击下,发出了极度压抑的呻吟和闯息,手臂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。 当一切结束之后,柳月带着顽皮的笑看着我, 阿峰,喜欢吗?喜欢,就是有点害怕,怕别人看见。 柳月笑了,掏出了纸巾,擦干净我的和她的身下,穿好衣服,站了起来,拉着我的胳膊。 阿峰,记住这一天,某年某月某日,柳月和江峰在此地一游,并留下浓厚的印记。 我笑了,柳月也笑了,我们再一次抱在一起深深地接吻。 我对柳月的爱越来越深,越来越浓厚,而且我觉得柳月也对我越来越好,越来越充满了情人的亲密。 虽然我仍不时地从她眼中看到一丝忧郁和迷惘。 晚饭是在柳月的宿舍里吃的,柳月亲自下厨,做了好几道菜,又开了一瓶红酒为我送行。 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在柳月家吃晚饭的情景。 柳月也是如此这般的炒菜,开酒,举杯。 我带着新鲜而兴奋的心情,在温情的几分钟,和柳月边吃边喝边聊着。 一瓶红酒喝光,柳月又开了第二瓶,我们继续喝。 看得出柳月今天喝酒很有兴致,白皙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红韵,显得更加妖娆妩媚了。 阿峰,有一些话,我早就想和你说了,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把话说透。 柳月点燃了两根烟,递给我一根,慢慢吸了一口优雅地吐了出来,眼神认真而忧郁地看着我。 你说吧,我们…… 柳月停顿了一下。 阿峰,我们,你觉得我们之间最终是可能的事情吗? 为什么不可能呢? 我反问,其实我知道柳月的意思。 不为什么,其实你明白,就因为年龄,就因为我是女的,你是男的,我比你大十二岁呢? 年龄就这么重要吗? 我继续反问,把玩着手里的脚背。 或许在你我的眼里,年龄不是那么重要,但是在世人的眼里,在我们周围人的眼里,在你的家人眼里,很重要。 男人可以比女人大,但是女人不能比男人大呀。 我不管,我不在乎,我提高了扫门,你可以不管,你可以不在乎,但是有人会管,有人会在乎的呀。 柳月继续平静地说道, 虽然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,但是世俗是有的,婚姻是有的,姐弟恋,永远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。 我抬起头,看着柳月,欲气很坚定。 但是我要迈过去,我不会在乎世俗的一切阻力的,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会阻止我爱你,都不能阻止我和你在一起的。 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,都不能阻止我对爱情的追求,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爱。 月儿,我希望你和我一样有坚定的信念,只要我们真心相爱,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,绝不能。 那一刻我的决心无比地坚定,我的意志无比地坚强,我的口气无比地坚决,我觉得自己突然很难忍。 在我的鼓励下,柳月的眼睛发出了希望和热烈的光芒。 你,真的这么想? 是的。 那,你到底爱我什么地方? 我爱你的一切,你的外表,你的内心,你的灵魂,你的肉体,你的气质,你的素质,总之,无论是你的优点还是缺点,我都爱。 我一口气说完了,可是,总有一天我会人老诸侯。 我会比你老得快的。 柳月的眼神又黯淡了下来。 衰老的是你的躯体,不老的是你的心,你的灵魂。 在我的心中,在我的眼中,你永远是年轻美丽的,你永远是蓬勃青春的。 我最爱的是你鲜活的心灵和不老的气质,你在我的心中永远都不会老,永远。 我伸手搁着桌子,握住了柳月的手,用无比真诚的眼睛盯着柳月。 柳月似乎被感动了,眼睛有些潮湿。 阿峰,我爱你,我一定会对得住你的,我以后会好好疼你的。 我也是很是感动,紧紧握住柳月的手,感受着柳月内纤细的手指传过来的热量和跳动。 月儿,我好爱好爱你啊,我会用一生来陪伴你的,呵护你的。 那一刻,我们四目相对,默默寒情。 我看到柳月的眼睛里充满了无比的深情和温柔。 那一刻我知道,我和柳月的结局要到了。 虽然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晴儿,应该怎么样去结束这一切。 我的心里突然闪过了一丝不安,随即脸上的表情微微动了一下。 你怎么了? 柳月敏锐地察觉到我的表情的变化,微笑着说道。 哦,没怎么,喝酒吧。 我松开柳月的手,举起酒杯。 月儿,来,喂我们,喂我们的明天,干杯。 柳月默默地盯了我大约有两秒钟,就这两秒钟,就已经让我感觉很难受。 我觉得柳月的眼睛好像已经看穿了我的心,看穿了我心里想的事情。 我觉得自己很卑鄙,很肮脏,很无耻,很龌龊。 心里充满了无地自容的感觉。 还好柳月就只是看了一下下,接着就举杯和我碰杯,赶掉。 阿峰,当我们作为一个同事,一个同行的时候,我很看重你,很赏识你。 你很聪明,敏锐,机灵,善于交际,接受新事物特别快。 很有做记者从政的天赋。 我知道,只要你勤奋加努力,你一定会很快地走在同龄人的前面,你一定会出来拔萃的。 柳月放下了酒杯,拿起了酒瓶,边给我倒酒边说道。 现在,你是我的男人,我钟爱的男人,我对你更加寄予厚望。 男人是不能一味沉眠于儿女私情的,男人是一定要有事业的。 好男儿志在四方,大丈夫当横行天下。 我希望你树立远大的理想,有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,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 过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,我希望你能成为男人中的佼佼者,我会做你的坚强后盾,最坚定的支持者。 这是每一个男人的愿望和理想,同样也是深埋在我心中最大的愿望。 柳月的话让我很受鼓舞,我点了点头。 我记住了。 在你的圈子里,在你的周围,不要和你同龄的人去比较,而是要把自己和最优秀的人去比较。 不管他比你大多少,你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他们能拥有的,能做到的。 只要你努力,只要你勤奋,你一样能够拥有能做到。 我坚信,阿方,你会是一个最优秀的男人,最成功的男人。 没有什么话比这个话更让人受激励了,我自信地握起你的拳头。 姐,我会努力地好好做好事情的,我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,我会证明我的能力,我会实现我的理想,我会实现我的人生价值,我绝不辜负你的期望的。 那一刻,我豪情万壮,壮志满怀。 刘月欣慰地笑了,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,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眼光,我知道自己是不会看错的。 记住,不管任何时候,即使不是为我,也一样要有理想,要有作为。 当然,为了我,我会更加高兴,社会很复杂,很残酷,很多时候,只有能力是不够的,还得有足够的外力。 外力,是的,外力。 刘月轻轻地笑了起来,傻孩子,外力就是关系啊,以后慢慢你就知道了,关系就是生产力。 我自动非动地点点头,喝完第二瓶,刘月的脸更红了,面若桃花。 妩媚妖娆地看着我。 阿峰,我们跳一会儿舞吧。 像第一次一样,我和柳月来到了客厅,柳月打开了音响,又是当李军的恰似你的温柔。 柳月好像特别喜欢这支曲子。 当温婉轻柔的音乐洒满了客厅,在柔和的灯光下,我和柳月搂抱在一起,在客厅里缓缓地移动着脚步。 跳着跳着,柳月慢慢地牵引着我靠近了沙发,自己主动地倒在了沙发上。 一双赤色的眼睛看着我,将我的身体拉了过去。 那一夜,注定是激情而难忘的夜晚。 第二天一大早,我踏上了返回江海的客车,柳月亲自送我到车站,又给我买了一大堆路上吃的东西。 回去好好工作啊,记得常常来信,我也会给你写信的。 柳月站在车窗下,仰头看着我,眼睛潮潮的。 车子开动了,我一一不舍地和柳月挥手告别。 车子走了很远,我回头看去,柳月还站在那里,显得孤独而寂寥。 相逢总是那么让人期待和欣喜,离别总是那么让人伤感和心急。 我失神地看着窗外翠璃的原野,下一次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柳月呢? 这一次见面,柳月仍然没有和我谈起她的过去。 她不说,我仍然不问。 我知道到了该说的时候,柳月会告诉我的。 别离柳月,回到江海,我将面对秦儿,将面对和秦儿的诀别。 一想到这个事情,我不仅懵然失措。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秦儿说,我心里很愁愁。 回到江海,我没有想出该如何对秦儿说出分手的话,我缺乏足够的胆量和勇气。 秦儿对我无可挑剔,我找不出理由,我不敢面对秦儿的一颗善良的心,也不敢面对秦儿被伤害的野人。 我知道自己是个混蛋,为人所不齿的混蛋,但是我仿佛被某一种力量所牵引,在一条单行道上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,已经无法回头了。 虽然我没有对秦儿说分手,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秦儿,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疏远了秦儿。 我每日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,都被柳月所重斥,我的脑海里,我的心里,只有柳月。 秦儿已经完全没有了位置了。 回顾自己的感情变化历程,我感觉自己很可怕,很胡耻,亵渎了秦儿对我的爱,不配接受秦儿的爱。 同时我深深地感到,原来我和秦儿的爱情竟然是如此的脆弱。 在柳月面前,我对爱情的坚信和执着瞬间就灰飞烟灭,成为了迷反。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流逝,转眼一个月过去了,夏日的颜色已经褪去,秋得清爽,悄悄地进入到每一个人的身体。 在这一个月期间,我和柳月除了通过BBG呼叫之外,更多的是通过写信来交流,保持着每周一风的频率。 我给柳月写信,除了倾诉相思之情,就是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。 柳月给我写信,则更多的是和我谈我的工作,帮我分析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。 我鼓励我好好工作,偶尔他也会谈起他在省会宣传部的工作。 我牢牢记住柳月的话,男人一定要有事业。 我把除了想念柳月之外的更多时间,投入到了工作中去,周末几乎从不休息,一般都是在外采访。 即使没有安排我的采访任务,我也会自己的主动地去找选题,下去采访。 我这么做,除了工作的原因,更多的是不想创造和秦儿在一起的机会。 秦儿每一次给我打电话,或者是呼我的时候,我总是在忙碌,在出差。 秦儿几次到我宿舍里来看我的时候,总是吃了闭门羹,我都在县里采访。 从秦儿给我打电话的语气里,我感觉到秦儿一方面很想念我,另一方面又很心疼我,嘱咐我不要太拼命,要多注意身体。 我感觉自己和秦儿现在的话越来越少,两人之间老感觉没有什么可说的。 秦儿曾经的绵绵细语,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调料,可是现在在我的眼里,充满了无聊和枯燥,成了喋喋不休的序言,很肤浅,很幼稚。 而和柳月聊天,则是那么的充满韵味和哲理,那么的成熟和深沉。 我知道自己在变,从脑海到心灵,我无法阻止自己,无法遏制自己,我在情欲的泥潭里越化越深。 我近乎疯狂地工作,博得了刘飞的赞赏和夸奖,同时我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。 最多的一天,报纸四个版,除了四版是广告。 每个版都有我的重头稿件,记者部的同事们也对我刮目相看,看我的眼光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佩服和尊重。 特别是陈静,每天都在本报上看着我的文章,然后在办公室公开赞扬评论一番,便毫不避讳,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。 我知道,尊重来自于实力,特别在报社,笔杆子里面出威望,不会写稿子在记者部就无法立足。 就没有人会真正地把你放在眼里,我用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们的尊重。 我不和陈静交流那种眼神,我也不对陈静抱有任何别的想法,因为我的心里有柳月,我的月儿节。 何况我最近发现,离过一次婚的刘飞对陈静原来有那么一层意思,那是我偶然在下班时,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遇见的。 那个时候,刘飞正在向陈静表白,吐露真情,而我正站在门口,听见了最关键的几句话。 我立刻想起来,陈静在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时候,刘飞的眼睛里充满了嫉妒和不快。 即使是瞬间就消失了,但逃不过我同样敏锐的眼睛。 我不想得罪刘飞,因为他是我的领导。 刘月和我说过,对领导要尊重,要尊敬,不要和领导对抗。 和领导对抗,得罪了领导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。 所以,我总是用纯同事的那种眼光和笑容,客气地与陈静交流。 虽然他的笑容看着我的时候很暧昧,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,让我感知到很不开心。